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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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才我們看的那個常態分配 那常態分配當然它的那個 它的這個平均數跟它的標準差 會決定到它的整個 機率密度函數的分配 那我們現在 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標準化 把它轉換成一個叫標準常態分配 那這裡面用到的概念就是我們之前上課 不知道第幾張 好像第四張還是第三張也有提到 就是把它一個叫做Standard Score 標準分數有沒有印象 當初我們不是要談說 有一顆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你考歷史跟考英文對不對 還是考歷史跟數學忘記了 反正這兩顆 那這兩顆你考的不同的分數 但是每一顆它的平均數跟標準差不一樣 那你怎麼知道這兩顆考起來 你是哪一顆表現比較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不是把這兩個分數 都換成這個叫標準分數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那這兩個標準分 這兩個標準分數 反正都是利用什麼 利用它的數值減去它的什麼 平均數再除以標準差 所以就是這個啦 這個是我們的所謂的標準分數 我們通常用Z來表示 這是X減去μ除以σ 那這個所代表E是什麼 它的標準分數代表E 就是這個分數距離標準差 距離平均數有幾個標準差的概念嘛 所以我們就是類似這個 用這個概念去把我們的整個 常態分配的這個幾率密度 去把它改寫 改寫成它變成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你也不需要去特別去記它 那這樣改寫完之後呢 這樣的一個常態分配 標準常態分配 它的平均數就會變成是多少 它的平均數變0 因為你的X減去μ嘛 如果今天你的X是μ 就μ-μ就0 所以你的Z就變成是0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這邊 橫軸的這個 隨機變數呢 就會從X變成Z 從你的random variable變成X 變成是Z 變成是一個標準分數 標準分數 所以它變得類似 有點無因次化了 無因次化 那無因次化它就變成只有是什麼 只有數字而已 就數字 所以是正1正2正3 負1負2負3 類似這樣的概念 這個就是變成一個標準常態分配 那變成標準常態分配 其實有時候 看有沒有需要啦 你現在 如果你是用軟體計算 有時候其實反而也不一定需要 把它標準化 那因為標準化的好處是什麼 它會以後 我們再查表 因為早期沒有用計算機 再算的時候 它基本上都是查表 那那個表 它通常給你的常態分配 就是一個標準常態分配的表 所以你要把你的常態分配 轉換成標準常態分配 再去查表 才可以去得到它的一些相關的數字 但是現在如果我們用Excel去算的話呢 說實在也可以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你知道每一個常態分配 它可能都有不同的平均數 有不同的標準差嘛 對不對 那把它變成標準常態分配 它就是都是 都是在同樣的一個架構下去 看 所以它的那個表格 就只要準備一種表格就好了啦 好啦 那是有歷史背景啦 所以他們需要把常態分配 轉換成標準常態分配 所以比較方便去查表 那當然以後你們去外面考試 就像考研究所也好啦 或者是說以後的一些 不管任何形態的考試 搞不好 它是沒有提供你 讓你用計算機的 或者是可以用電腦 那它就給你一張表 所以你商號還是得利用 查表的方式去找出這些數字啊 所以基本的東西還是要會 還是要會 好 那我們剛說過面積很重要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找出 標準常態分配下的面積呢 那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剛才大概 都已經有講過了啦 那基本上 這邊它課本上建議兩個程序 就是說你先去把那個常態分配 分配曲線 這個分配當然是機率分 機率分佈的啦 機率密度分佈的曲線 那畫完之後再去圖 圖上什麼對應的陰影 那什麼叫對應的陰影 我們待會就看得到 然後再去 待會我們一個程序表 這個程序表裡面呢 你去找出適當的圖 然後按照它的方式 就去找出它的那個數值 我們來看比較快 看這個直接圖形比較快 好 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 標準常態分配 這已經標準化了 所以它的μ是0 μ是0 那我今天如果有一個正計 我要找出這個正計 正計左邊的數值的話 那怎麼辦 那基本上 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去 用我們的這個 標準常態分配表 那標準常態分配表裡面 它會給你一個 會給你 待會我們會看到那個表 長怎麼樣 這個Z值是多少 這個Z值它所對應的數字 在那個標準常態分配表 它所對應的數字 所代表的就是從 剛才所謂的負無窮大 一直累積到什麼 到正Z這個數字 正Z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standard score 這個標準分數 往左過去的所有的 這個面積的數字 它會給你那個分配表 那個表 然後那個表格 查表的那個表格 給你就是這個面積的數字 所以今天如果是正Z 你查到的數字 大概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你今天是-Z呢 你要查左邊的 那左邊當然相對是比較小 對不對 那左邊的範圍比較小 你一樣去查表 可以查出一個比較小的數字 所以這些都可以直接 如果你是要查某一個Z值 左邊的面積 就代表 左邊的面積代表是 小於Z的幾率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剛剛說過 其實這個面積代表 就是它的累積的幾率 小於Z的累積的幾率值 那直接可以透過查表 可以查出來 但是今天如果你是要靠 查某一個值右邊的 那查右邊的怎麼辦 查右邊的也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你準備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是它的面積是多少 總面積 總面積是1 總面積是1 所以你今天查表 你先查出-Z 透過查表你可以查出它 左半邊的面積 那你查出左半邊的面積 那你今天要算右半邊的面積 那你今天要算右半邊的面積 那就怎麼樣 就1把扣掉就好了嘛 對不對 是不是啊 所以同樣的 正Z 右半邊的面積 那你就是去查表 得到正Z 左半邊的面積 再用1把扣掉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都是很簡單的概念 那如果是區間 這個區間就是我們剛才 剛才舉的例子 在正Z 一個正Z 一個負Z 對不對 或者是一個Z1 Z2 或什麼負Z2 負Z1 反正你要找兩個數值 兩個標準分數中間的這個機率 那它的面積 這個面積 當然也代表它這個區間的機率 那當然很簡單 你就是找出這兩個 就是透過查表 或者用Excel去算出 這兩個 這兩個數值所對應的面積 然後呢 大的減小的嘛 對不對 面積大的減小 就是這個區塊 這邊也是一樣 Z2 你可以查出一個Z2 它對應的左半邊的面積 Z1左半邊的面積 兩個相減就得到這個區間的面積 所以同理這個也是一樣的 所以都不難 都不難 所以常態分配 它標準常態分配 你要查任何形態的這個機率 都可以直接去透過查表去算出來 好 這個就類似我們的一個表 以後你考試可能也會看到 一種類似這樣的表 當然它這個表 它沒有完整列出來 但是它告訴你一個示意的方式 怎麼去查 假設今天告訴你Z是等於1.39 那這1.39呢 它這個時候 因為這是一個標準分數 所以它會從Z2下去 那這個是代表 重軸是代表它精度到什麼 精度到小數點下一位 然後橫軸這邊的表頭這邊是多少 這是代表精度到多少 小數點下兩位 如果你是1.39 所以你就要先去找出1.3在哪邊 然後再搭配小精度第二位的0.09在哪邊 然後兩個去對出來得到的這個值 0.9177 這0.9177代表是什麼 就是代表Z Z等於1.39它的左半邊的面積 從負無窮道到Z等於1.39左半邊的面積 懂不懂 有點類似像剛才的哪一個 類似這樣 Z如果是1.39 那這個插出來的表 然後的面積就是代表這一塊 OK 好 接下來有幾個例子 Z等於2.09左半邊 左邊的標準常態分配的面積 好 那當然 如果你要 要比較仔細當然你可以去畫圖 但如果你已經很習慣的話 你大概不用透過畫圖 但是畫圖可以幫助你了解 所以這是一個標準常態分配的概念 這是0 然後2.09 2.09左半邊你就去查表嘛 查表 那查表就可以查出來 那這邊寫的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這是用Excel 在Excel裡面它其實提供還蠻多這種 分配的這種 直接可以算出來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不用查表 所以我們考試也不會讓你查表 考試就讓你用Excel去算 那你要下什麼指令呢 其實都很簡單啦 這是norm.s s就代表Standard的概念 norm.s.dist 然後刮圖 那這裡面有兩個參數要給 有兩個參數要給 第一個要給的就是Z 就是你的Z值 然後呢 都號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寫1的意思 它其實後面第二個參數是給0或1啦 那給0的意思是什麼 給0的意思 它就是它只是算出它的機率密度函數 如果給1的話呢 才會去算它的累積密度 累積的機率結果 有沒有 所以1就是累積的啦 累積的意思就是代表它是 從負無窮大到2.09這個地方的 它的面積 所以1是累積 那如果是寫0呢 0就代表2.09所對應的這個什麼 它的機率密度 機率密度值 好不好 所以給0就是只看一點 那一點 但那點不是機率喔 那點是什麼 機率密度喔 那如果給1的話 就是算它的整個面積 所以你可以善用這樣的一個 norm.s.dist 算出來的結果是0.981691 應該它可以精度更高 那你去查表查出來的結果呢 它大概只能查出9817 你看0.9817 那我們這個比較精確 0.98169 所以它基本上是15入境去 所以查表可以查到小數 精度小數點下4位 那你用Excel去算可以下到下6位吧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那現在要看Z等於-1.14右半邊 那-1.14的右半邊 所以你要先查 你先用norm.s.dist 去算出左半邊的面積 然後再用1去把它扣掉就可以了 就這個很快 我們就直接跳過去了 那如果要算兩個區間呢 1.62跟-1.35 那就是一樣 就是重複用兩個norm.s.dist 1.62 然後呢 扣掉-1.35 那都是累積的 所以都是寫1 這樣兩個去相減扣掉得到結果 就是它的答案 好 所以這個用Excel好處就是你不用去查表 直接可以去算出來 好 接下來這個是求下面的面積 來吧 來吧 你們自己算一下吧 用Excel去算 用剛才的方式去算 因為它的面積就是什麼 幾率 我們剛剛說過幾率 那我們至於 我們這邊只有寫小於 沒有等於 那我們剛剛說過 等於可以寫可以不寫都沒關係 反正等於那個地方 其實等於是沒有幾率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 如果不要寫等於也可以 就像課本這邊就只有寫 Z是大於0 小於2.53 或是小於1.73 或大於1.98 所以你要不要加等於是都ok的 那面積 當然我們說過面積就是一個幾率的概念 所以接下來你就可以 利用Excel去算 好 給你們10分鐘去算這三個題目 用剛才那個norm.s.dist的方式去算 算完之後可以自己對一下 課本的答案原本一樣 會有一點差距啦 但是理論上Excel的比較準 有沒有 還在改機啊 剛沒開 開不了 對啊 他有一點有開 他後來就這樣 他要不要坐這邊 開 空中 你先把這個 打 公司 公司有時候他會給你 如果你打norm 他後面其實後面就會很多 其他跟norm有關的 但是你要記得 搭點 S 點 DIST 好 吧 吧 我們的 你要... 直接打就好了 要用介面 習慣用介面是嗎 手還沒好啊 已經不是一段時間了 有沒有傷到骨頭啊 沒有 所以你先這樣OK 那 所以那個 你是自己沒有跟人家有 有 查狀或什麼 你有沒有跟人家有發生 是對方 喔對方 所以他有沒有要陪你 他有 所以是教官陪你去談 教官陪你去談的 不是 對 我們是自己私下和諧 私下和諧喔 所以還好啦 是歐巴桑這樣 碰到壞人這樣 這樣下去 有時候可以找教官幫忙 那 最後不要再發生了 然後 有 1.98 逗號 兩個參數啊 看到沒 都做好了齁 這個 這個 有用公式就比較方便 好啦 這邊的解答 你們就參考一下就好了 反正 用Excel算出來的結果 應該跟他是大同小異 都好了嗎 但是我說過 查表你們還是要會 要知道怎麼查表 不然以後考試 他只給你表 沒有算了你就來 你就慘了我 好 好了齁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來這個是另外一個概念喔 現在反過來齁 我們剛才是先知道你的Z 你的隨機變數 就是標準化後的隨機變數 那個Z 然後呢 去求出 他的什麼 面積 對不對 現在以置Z 然後去求面積 現在反過來是說 我要算 我知道某一塊面積 那我要知道這個面積所對應的那個Z值是多少 有沒有 這個是reverse過來對不對 概念 所以現在這個例子假如說 我要找出 找出介於0跟 0跟某一個 往右邊的 往右邊的這個一個 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 他的面積他已經告訴你的 是0.2123 就告訴你這個區間 面積 那這個區間當然就代表這兩個 這兩個數值中間的機率 那也是代表他的面積 那我怎麼去算出這個Z 怎麼去算出這個Z 這就是一個 翻轉過來的概念 那這個怎麼算呢 好 那其實這個東西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說 他雖然目前只要看你這一塊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就是類似 如果我們真正在查表也好 或用剛才的那個方式去算的話 是算出這個Z 往左邊的面積是多少 那這個Z往左邊的面積 那這邊當然是現在是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他沒有畫給你看 因為他現在只要求你求這一段 他給你的information 是這個區段的面積 那這個區段面積是從平均數 μ等於0 往右邊推多少 推面積是0.213的範圍 到達一個Z 那我現在就是要求這個Z是多少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什麼 我們做法就是好 那我現在這個Z不知道對不對 但我知道Z往左邊的面積是多少 Z往左邊的面積是除了0.2123 還要加上這個半邊嘛 那這個半邊的面積是多少 0.5啊 所以0.5加0.2123 就變成0.7123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們再搭配另外一個函式 叫做norm.s.inv inv就是inverse inverse的概念 所以我剛才是.s.dist 就是它的dist 那現在反過來是做inverse 所以這邊是給它的Z值 不是給它Z值 給它的面積啦 給它的面積 面積算出來 給它之後當成參數之後 它就可以反推出什麼 反推出它的Z會在哪邊 所以這樣的方式就可以反推出它的Z了 直接用什麼 用Excel的這個函式就可以算出來 好 但是查表怎麼查 查表也是一樣 查表就反過來嘛 查表就是你去查這邊的面積嘛 對不對 查這個大塊 就整個 整個這個表裡面的這個面積 大概是0 哪邊是0.7123對不對 那7123就是我們剛說過 就是2123加0.5 所以大約是哪個地方是0.7123 然後再去對回去它的東西 所以查出來Z也是0.56嘛 0.56 所以這個透過查表可以查出來 Z是0.56 那我們用Excel算出來是0.560116 所以差不多對不對 好 這樣知道嗎 所以有兩種算法 一個是給你Z 然後你去算它的面積 一個是給你面積 你要反算它的Z 好 那這個最後課本談的就是面積跟機率 其實就是同樣的就是我們說 其實它的面積就代表機率 這種就不看了 很簡單 好 這個觀念應用題 你們回去自己看一下 那課本後面都有答案 好 那常態分配它的應用在哪邊呢 常態分配當然 我們可以去有很多應用 我們待會就看很多例子 那這個就是再稍微重複一遍 我們剛才說過的 原來你的考試分數假設你的平均數是100 然後接下來它可能會有一些常態分配 它假設這個考試的分數是常態分配的話 那這些東西 這些數分數就代表它的一個標準差 兩個標準差 類似這樣 那你把它做正規化之後 變成常態分配 就變成正1負1 正2負2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只是再稍微複習一下 好 我們直接來看例子 那當然這個標準常態分配 或是常態分配的例子 這邊可以來看 好這個例子來 用找一下念一下 來玲瓏畫 念一下吧 問題 看得到嗎 還是 血液公升數 每一位成年人平均有2.15公升的血液 2.5公升 2.5公升 5.2公升的血液 假設這個變數是常態分配的 而且標準差是0.3 求出血液總量低於5.4公升的人類比例 數比例 好 OK 所以這個告訴你這個血液 人體的血液的公升數 他告訴你他基本上這個變數是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random variable 就是你的公升數 血液的公升數 那他告訴你平均數是5.2 標準差是0.3 這個是一個母體的概念 母體的平均數標準 他告訴你的 那他現在要求出 血液低於5.4公升的人數比例 那比例的概念其實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機率的 對不對 所以他讓你求比例 其實就是大概是求一個機率的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把它畫出一個常態分配 那它的中間值平均數就是5.2 那現在5.4在右邊 所以他大概這邊 那他現在要求出5點 低於5.4公升人數的比例 那你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往左邊畫 低於5.4 低於5.4就是左半邊 那如果是高於5.4呢 高於5.4就是右半邊 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課本的做法 課本的做法就是先把它正規化 因為這個 這個不是一個標準常態分配 所以你沒辦法透過那個 標準常態分配的表去算 去查出來 所以你就必須先把它標準化 先把它標準化 那標準化的話 就是把它算出z 那標準化你不要忘記 z是等於x-multi-sigma 所以你算出來5.4相對於這個 原來的常態分配 在標準常態分配 它的z值是對應是0.67 那對應0.67之後呢 你再去把它算出它的什麼 再找出它的面積 找出來的面積算出來是0.7486 所以大概就是74.86的成年人 它的血液公升數是低於5.4 就這樣 那當然你這邊直接也可以用那個 剛才的那個none none distribution去做它 但是其實我說過 你可以不用標準常態分配去做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它原先的 這個就是它原先的x對不對 原先的隨機變數 這個x是代表什麼 是血液公升數嘛 那你把它標準化之後變成是z 所以這裡面就變成無音次而已啊 但是這個z 這個標準常態分配 就是對應我的原來的常態分配嘛 那你如果把它變成標準常態分配 當然你可以直接用 用那個去算 用那個norm.s.d去算它 那你還可以用一個方式去算它 可以用什麼方式去算它呢 可以用 我真的忘記寫上去 你可以用一個 這邊隨便找個位置 你可以利用 其實它還有一個norm 直接norm.dist 你就不用標準常態啦 用norm.dist 但是這個norm.dist裡面 它要下的參數就比較多一點 你看它下什麼參數 它要下 x就是它的隨機變數值 它的平均數多少 它的標準差是多少 然後再加上要不要cumulated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直接下norm.dist 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 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用這個例子來看 剛才說過它的x是多少 s是5.4對不對 所以就是打5.4 然後它的平均數是多少 5.2 就打5.2 它的標準差是多少 0.3 標準差是0.3 好 那要不要cumulated 要不要 所以打1 所以 括弧 enter 算出來就是0.7475 對不對 那0.7475 跟我們的答案有沒有一樣 0.7486 欸 差一點 對不對 是不是差一點 好 那 如果我們按照 它的標準常態做 會不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好 因為我們剛剛把標準常態結果 z是等於0.67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再做看看 好 我這邊用標準常態 用norm.s.dist 剛才z 剛剛說是多少 0.67 對不對 0.67 然後按1 算出來結果多少 0.7485 0.7485 那課本大概是0.786 所以跟課本還蠻接近的 對不對 有沒有 這個是用norm.s 就是把它正規化 之後去算出來的 跟你直接用 用它的什麼 隨機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的 這樣的一個常態分配 直接去算 基本上是差不多 那其實為什麼 差在哪邊 你現在看 我把這個東西再做一遍 norm.s.dist 我剛才的z值是 z值是0.67 但它其實就是2除以3 所以它理論上 應該是0.6666667 對不對 所以你直接如果這邊 用2除以3 你看 如果你用 用一樣是標準分配 常態的標準分配的話 那它算出來的結果 也是0.7475 跟它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一樣 一樣啊 所以差別是差在哪邊 差別是差在你的這個z值 z它這邊 你如果直接用exactly的2除以3 用2除以3去算的話 那當然它的結果就跟它一樣 那我們如果剛才為什麼有差別 因為你是用0.67啊 那3分之2是不是0.67 3分之2應該不是0.67嘛 3分之2應該是0.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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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不進的7 到最後才7嘛 所以你用比較精度高一點去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但是你如果用精度差一點算出來是另外一個結果啦 但是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所以 所以意思是說你如果 如果如果是 如果是 如果是 你是一個常態分配 你其實可以不用把它標準化 你可以不用標準化 你還是可以直接用Excel 直接去算出它的標準 標準常態分配 算出它的常態分配的數值是多少 懂不懂 那它用的公式就是 norm.dist就好了 不用standard 那為什麼要用standard 就是說如果到時候你沒有計算機 你要查表 那查表通常是提供給你標準常態分配的表 所以你還是得把它正規化 才能去查它的表 懂不懂 好 再一個例子 吳冠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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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好 所以這個 也是一個類似常態分配 因為它就已經跟你說了 它的這個 報紙或回收物的這個分配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 他沒跟你講嗎 理論上應該它是應該常態分配 那 平均值告訴你了 標準差也告訴你了 隨機挑選一戶 它的回收量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這個當然也很單純 所以你的 平均數是28 那你要介於27跟31 或者是超過30.2 那你直接 直接用Excel 裡面去算就可以算出來了 這個 要不要練習一下 你直接打norm.dist 代入這些參數 你就可以算出 它的數值 來吧 練習一下吧 很快的 不算了 看下誰 還在看前面 我們都已經到哪邊 你也在看前面 我們都已經到哪邊 我們都已經到哪邊 你也在看前面 很快的 每個都要吃的 你也在 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3, 李宗盛 好,那另外,常態分配的概念,我們剛才都是算面積啦,面積代表機率啦 用來算Z,或是算他的X,那常態分配他可以用來回答什麼有幾個,有幾個這一類問題 好,什麼叫有幾個呢,我們繼續往下看,這叫有幾個類似這種問題,來 黃文元,來,念一下這一題 好,所以這個就是有幾個,就是回答有幾個,那回答有幾個的概念其實跟我們剛才的做法是差不多一樣的,只不過他再進一步去把它換算成有幾個的概念 所以這一步,這個問題是說,他是120瓦是平均數嘛,那標準差是6瓦 那我們挑500部桌機出來裡面,他大概,重點是低於106瓦有幾部嘛 那我們就可以先算出,低於106瓦的機率是多少,對不對 然後呢,再把那個機率乘上什麼,乘上你今天挑500部嘛 那這個機率,機率某種程度就是一個比例的概念嘛 你把那個機率乘上你的什麼,挑出來的那500部,乘上500就變成是有幾部了嘛,對不對 就這樣的概念,那所以呢,120瓦,然後呢106,小於106,低於106,那標準差是6 那這樣的話,你先算出,左半邊的這小塊面積,代表就是小於106瓦的機率 然後機率再乘上500,就是你的答案了,這樣會嗎?概念知道嗎? 那如果你要把它換成標準的話,也可以去算啦 算出來的結果其實應該很小,0.0099,然後再乘上500,就變成4.95 那4.95當然是,你的桌機不會4.95部嘛,所以大概就把它425部 這應該是5部,大約是5部桌機會耗電量低於106瓦 所以你抽500部那個桌機出來,少於106瓦的機率那麼低 所以大概只有5部桌機的概念,就這樣子 好,那我們剛說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分配是用來回答幾個 那另外呢,我們也可以利用常態分配去求出它的所謂的 機率的變數值啦,就是要找出它的計值 找出它的計值之後,再對應回去求它的x值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利用標準常態分配去做的話 你要先去算出z嘛,算出z值之後 然後呢,算出z值之後,如果你今天要再求回答原先的什麼 原先對應的x值的話,那你就要再搭配這個公式 那這公式怎麼來的?這公式就是標準化的公式把它移向 移向過來然後相處就可以了嘛,對不對? 所以像你看,如果你找出z值的話 z值乘上已知的sigma,再加上已知的mu 你就可以對應出它原來的x 就是z跟x的對應關係 那這公式其實就是什麼? 這公式就類似是你把mu移向過去 x減去mu,再把sigma除過來就得到z嘛 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這個方法 這個問題就是說你先算出z 因為它告訴你面積,告訴你機率 你去求出z,然後再把z帶進去 去反推出它的什麼? 它的原來的最原始的隨機變數的x是多少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好,看這個例子,來 陳惠弼,來唸一下 大聲一點,大聲一點 好,所以這是一個考試 那考試測驗分數是常態分配 那你必須要考到前10%才有辦法 前10%才有辦法 才能夠入學 所以看起來好像也不怎麼好考對不對 所以警察,這是美國的警校 那這個測驗它的分數平均數是200 標準差是20 那大概它的入學分數會是多少 但是它就告訴你10% 大概它是取前10% 所以在這個常態分配的分數是200 標準差是20的情況之下 它的10%的分數會落在哪裡 OK 好,那當然這個問題你要怎麼做 你當然先去畫 畫它的原始的標準常態分配 那原始的標準常態分配是200 是它的平均數嘛 那它現在要算10% 那前10% 前10%代表就是一個機率 或是一個面積的概念嘛 所以你的範圍應該是在哪邊 你今天要前10%的話 你應該是在畫右半邊嘛 如果今天你是要看左半邊 就代表是後10% 但是你今天是要錄取 錄取當然是越高越好 不是越低越好 所以你是要看它的右半邊嘛 所以你的10%是要畫在什麼 畫在這個分配的右半邊 對不對 這樣了解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畫在右半邊 所以右半邊的這個10% 就是它的面積啦 所以代表它0.1 但是它的x對應多好 不知道嘛 所以要去算嘛 對不對 好 當然這題 課本的算法還是一樣 先把它標準化 先把它標準化 我們先看一下課本的算法 所以你先把它的這個東西 這條原來的常態分配 先把它標準化 沒有它沒有標準化 好啦它沒有標準化 就是你把它 先算出它的 先算出它的這個 面積啦 先用標準化的那個 那個表 就是用查表的方式去查出它的面積 那面積是多少 面積我們現在這邊是0.1 所以左半邊的面積 如果是標準常態分配一樣 它是要0.9 那0.9的話 這個原始的μ是0 你可以查出它的z是多少 z是多少的時候 這邊是0.9 那查出來的結果是0.9 查出來的結果是0.8997 0.8997 不是喔 0.9對應出來的值應該是1.28 1.28 那這個時候 因為 但查表就是會有一個誤差 就是它不會正好是 剛好是0.9 所以 像這個表裡面 查這個表裡面 它大概沒有正好是0.9 它0.9正好是位在所謂的0.9015 跟0.8997中間 所以這個中間你沒有一個數字 可以去跟它對應對不對 每個數字跟它查表 沒辦法跟它對應 所以你可能大概是找最接近的那個數字 當然是你那個代表 然後找出來之後 算出來是z值是1.28 算出來1.28 那找出來z是1.28 再代進去剛才那個公式 把z還原成x 算出來結果正好就是225.6 大概是226分 所以代表226分是你的什麼 最低的錄取標準 最低的錄取分數 所以大概用這種方式去算它 那 那這樣知道 就是說如果 那今天如果你用 用excel去算也是一樣 用excel去算的話 你就先算出什麼 先算出它的這個0.9 然後它的z值是多少 你可以算出exactly 你就等於不用插表 你不用插表 你可以算出一個更精確的z值 然後把這個z值 再乘上它的c的碼 再加上它的平均數 就可以算出它的x的分數 對不對 好 那這是用 這個是利用標準 standard 就是用所謂的標準常態分配 那我可不可以用 直接用 用它的這個常態分配去算 也可以啊 其實是也可以的 那我們剛才不是有用一個叫norm 對不對 呃 剛剛這個是norm norm dist 對不對 那它其實也有一個叫做 norminvert 有沒有 它這邊有一個invert norminvert 好 所以你也可以是把它norminvert 那norminvert的話 你就是要把它的機率 那這個機率其實代表就是面積 所以它的面積是多少 剛剛是0.1 那現在看左半邊 所以是0.9 所以這邊面積你可以打0.9 然後你還要給它的平均數 平均數剛才說是多少 200 0.9 200 然後標準差是20 好 那這樣的話 你打這個norm.invert 然後把它的這個面積 就是它的機率 然後它的這個面 平均數 它的標準差打進去之後 它就直接告訴你了 X就是多少 225.631 所以你就不用再去把它標準化 直接用它的這個 它給你的常態分配的數字 你就可以算出來了 知道嗎 沒有 知道嗎 算出來225.631 跟課本的答案 225.6 其實差不多啦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 直接利用這個公式 利用norm.invert 用norm.invert 你也可以算出 對應這個面積 它的什麼 它的原始的 隨機變數值是多少 就不用再去做轉換 不用做轉換 放清楚嗎 這樣OK啦 所以 課本的當然做法是 如果你要透過查表 你還是得把它變成標準化 那不 如果不用查表 我們直接用Excel算 直接可以用它的norm.invert 好 另外這題很簡單 來再找個念 來進來 進來 所以這題的概念 跟剛才的那個 這個也有點類似 那收縮壓 平均數是120 它是常態分配 標準差也給你的是8 那它要求是在中間的60% 中間的60%就代表 以平均數為中間 左右各30%對不對 那各30%你就找出 它的對應的什麼 S2跟S1 那接下來你怎麼算 自己算 下課 自己休息一下 自己把這題算出來 那